好 那麼柯文哲到美國去了 去拜會洛杉磯的中華會館 僑胞都很關心國事 不管藍綠的僑胞 民進黨那些僑胞也是很熱情 支持國民黨僑胞也很熱情 僑胞說希望藍白互讓一步 合 對不對 柯文哲不講話 沒有回應 點頭 但是不回應 那是什麼意思 點頭什麼意思 對 好 還是 我到最後30秒才做決定 柯文哲什麼意思 實際還沒到 還到底怎樣 另外也有人問說 如果他們不是要比民調嗎 輸的是不是當副手 柯文哲說 不是 輸的就退了 贏的這個正的自己選副手 好 另外這一個說 不是說退選是副總統可以自己選 就是說贏的可以選副總統 你挑 不是說這兩個去比 如果正的 侯友宜當正的 柯文哲就是當侯友的副手 或是柯文哲當正的 侯友宜他副手 不是的 然後你民調贏的就你選吧 我就退了 然後副手你自己挑好了 意思就是說 我就說我民調書 我也不當你副手 你自己挑一個 國民黨 他說國民黨現在不敢回應 因為國民黨為什麼不回應 國民黨想的是 最好你們兩個一起 因為他們希望把兩個的支持 都吸來 如果一個去搞 大概對 就是別來支持另外一個的票 就不見得 本來就不可能百分之百過來了 那至少可能大部分還會過來 現在做民調七成八成會過來 那一個我說不敢了 你自己去吧 你贏了你自己去 我不要了 這樣可能票會流失比較多 所以國民黨現在都不敢回應 你看看兩個禮拜的 國民黨現在不敢回應 都不敢回應 我們看一下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首次拜訪洛杉磯中華會館 並且向國父孫中山同向獻花 成立於1989年的洛杉磯中華會館 歷史比中華民國還悠久 始終堅定支持孫中山 所創建的中華民國 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柯文哲說自己多看多學 多聽少說 也希望了解僑社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認識朋友交朋友 因為活在世界上 其實朋友要多人 一定要少 所以能夠認識共同的朋友 羅省中華會館的僑領 以個人身份支持藍白河 下降民進黨 希望大家都是同接 希望下一年把民進黨拉下來 希望董事長和侯市長 各讓大家合作 通力合作 希望他們兩個人能成功 好 鄉隆怎麼看 那郭 對於就是柯文哲所的 柯文哲提法 我覺得用民調去決勝 因為 因為候選並不是只有你們兩個 那如果用民調的話 民調當中被做手腳的空間 就很大了 不要說我民進黨 有沒有可能去發動 選民的那些的耳語 都很可能會影響到民調的結果 我們一起接到電話就請誰 接到電話挺柯還是要挺猴 這些都有操作的空間 當政黨跟政黨之間 談大政治問題的時候 訴諸於就是說 民調這種不確定因素的方式 它不太是政治解決之道 所以把它當作是一時之間的 這種丟出來的耳 或者情緒性的發言 我沒意見 但最後大概不會是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但是我們剛剛在談到就是說 有關於潛艦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不要把它搞得太複雜 就是它裡面只是 有幾個問題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 第一個馬文哲不用再擔心 郭喜怎麼咬你 你作為立法委員 爆料以及能夠免除掉泄密當中的 行政權對你的威嚇 這是立委的特權 因為你是立法委員 馬文君只要記得 陳水扁當年爆料是爆的 真的是已經整個台灣都快要炸了 有人去追究陳水扁作為立委的泄密嗎 沒有 陳水扁當年是靠打B 打這些包括拉法葉案而起家的 所以馬文君沒有什麼好顧慮的 第二個整個案子裡面 讓大家詭異的就是說 為什麼郭喜他會是海軍的 海軍司令部的顧問 這個顧問到底是怎麼被認知的 尤其大家都已經具名的 具名的點名就是 你黃曙光是透過你哥哥黃成光 黃成光又是跟著郭喜一起過日子的 是透過黃成光而認識黃曙光 雖然郭喜在過去從拉法葉案的時候 就一直有他的角色 這讓他擔心的就是說 海軍的采購的相關的案子 從拉法葉開始到現在 已經二三十年的時間 還是同一群人 同樣的人都還在裡面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顧慮的 第二個是 請問你就是說這件事情 就是當我們走到今天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淺見 為什麼 就是幾乎像是郭喜的家族事業一樣 你看到在台灣的所有的案子 不要說海外的那家 叫做直播樓的公司 台灣的幾家的相關的企業 幾乎都是郭喜的家族事業 為什麼 幾乎是他們家的淺見 幾乎是他們家的遊樂船 為什麼 這是郭喜必須要去回答的 因為這些從2018年之後 大家就一直在質疑這件事情 第三個是 請問你為什麼是韓國 韓國為什麼 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如果沒有什麼三億幾億的 韓國為什麼提供台灣潛艦的技術 為什麼當天在拍 在拍所謂的命名的照片的時候 除了我們看到美國AIT的孫小雅之外 有些你不認識的面孔 除了外商的那些外籍人士的面孔裡面 裡面也有韓籍的代表在裡頭 這讓我想到就是 為什麼韓國之前在發展它的教練機 發展它的T50教練機的時候 為什麼是IDF的系統 那是一種交換 這背後當然都會有一些 可能我們還不知道的事情 牽涉到機密 但這件事情背後所隱含就是 為什麼這一艘的潛艇 感覺上面就是黃曙光跟郭喜 兩個人好像悶起來之後就決定了 其他人好像講了說了都不對 包括李喜明 李喜明是海虎號艦長出來的 現在的上將級別裡面 唯一在潛艦裡面混出來的是李喜明 為什麼連李喜明都會被點名 台灣現在的海軍的將領裡面 有誰比他更有潛艦的操作經驗 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 你如果美國進口的豬肉 比加拿大的豬肉都還貴很多 你如果加拿大豬肉 你為什麼不直接進口就好了 直接進口加拿大豬肉不就解決了嗎 那你為什麼還要進口美國豬肉呢 價格如果比較低 你說要混高價 那我能理解 明明你在進口的報價的時候 美國的豬肉大概每公斤90幾塊的台幣 加拿大的進口豬肉的報價 平均去年2022年60幾塊台幣而已 價差這麼大 為什麼用乙高報低 如果低的那個比較好賣 你去進低的不就好了嗎 這裡面是有鬼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 對於消費者的呼嚨拐拐騙 讓消費者不知不覺當中吃下 我以為是什麼 結果我吃的是什麼 不止蛋 不止豬肉 裡面都是政治正確 不要說感謝誰幫我們報了這個料 以後我們會注意 不是這個問題的 裡面很明顯是有弊案的 所以這兩件事情 都不要輕易放過 方委員 我想就是說 反弊案或者反貪腐 這應該是跨黨派的共識 就像最近賴清德最總統候選 他到大學生的演講 他說只要他知道有弊案 就是民進黨的他一律開除 他過去也呈現了就是 在幾個重大這樣的議題上 他是比法律標準更高 回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徐曉星他如果有什麼資料 就是真的我也希望他趕快交給檢調 或者我們大家有什麼資料 就是貪腐的話就交出去 那同樣的就是如果泄密 就是說大家認同他是國安的問題的話 那我想這個檢調也應該處理 那據我了解就是說 包含這個郭喜跟馬文鈞之間的爭議 那目前高檢署跟調查局正在處理中 我們也希望趕快把真相 就是公告給大家知道 可是剛剛講的是反貪腐 跟就是不應該泄密 這都是嚴肅的問題 回來講另外一組問題就是 國見國照是不是應該要有的方向 我想這部分我是非常支持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有任何弊端 絕對是要就是說徹查 繼續再回來 好吧 藍白合不合 大家都關心這個話題 我走在路上很多人拉著我問 王精明說一定會合 但是他說藍白合簡單 侯友宜跟柯文哲 這不難 比較難的是郭台銘 王精明提出一個新的觀點 郭台銘比較棘手 但是三方整合可能性非常大 那郭台銘棘手 三方都大 那如果沒有郭台銘 那兩方不更大嗎 所以看來王精明兇有成竹 那郭台銘現在連署 到底有沒有遇到瓶頸 黃師兄說30萬基本門票會哪 你看他們現在目標 其實慢慢下修了 當時郭台銘票100萬對不對 後來說100萬哪個要200萬 真的下去以後就發覺 好像不是這樣 但是我又聽說在高雄那邊 昨天有朋友說 比如說有些國營事業 就集體在裡面替郭台銘連署 那就受到上面綠營的要求 員工集體要替郭台銘連署 我也有朋友也綠的 他們說綠的朋友也在替郭台銘連署 這的話應該沒問題 票應該不少才對 黃師兄說30萬會拿到 我也相信30萬應該可以拿到才對 可是對他原來的100萬 200萬 大概難度比較高了 另外說郭台銘也動用商街人墨 郭台銘也動用商街人墨 到底現在有多少連署 郭台銘的競選辦公室說 企業是自主支持的 不是我們去動員的 他們自己來支持我們 我們也動員他們 另外一個傳出來說 只要設一個連署站 每天只要連署30份 一個月就可以有3萬塊 郭台銘辦公室說是假的 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另外呢 這個 因為最近看不到郭台銘 就是很多要採訪他也採訪不到 那去哪裡了 黃師兄說他在研究政策 到時候三點不明 一鳴驚人 政策提出來嚇死你們 議事長 我們看一下 藍白河是必須的 也是民意之所向的 藍白即將進入最後整合 朱宇倫在世善意 包括誰當政的 誰當副的藍營沒有預設 候選人跟候選人中間 一定很快的希望能夠見面 結成政治聯盟的方法 我們從未預設立場 也從未排除任何的方法 持續堆疊善意但除整合 柯正營替候組織不遺餘力的 前立法院長王近平也提醒 郭台銘才是真正難提 郭台銘的東區總戰之者集結衝人氣 連署起跑兩周已經過去 傳出分數逼近過關門檻30萬 郭正營卻始終不願公開 30萬的基本門票 我一定幫郭董拿到 最近這兩天 我們真的在盤點 包括站點的 包括社團的 在颱風過後 我們就會來公布了 不過為了做出成績來 除站點之外 如今更有鴻海員工透露 這份連署書 不僅大家都有 現在更直接放在公司打卡中 連署書放打卡中 只是方便取用不強迫 來 賴委員 我看郭董的這個連署 因為剛剛講說 最起碼30萬一定達到 廢話 因為要28萬多才是 所以你低空飛過 當然這個是30萬應該是基本門檻 但是看剛剛的黃士修講 包括這個數字上來看 好像前9月20到10月1號 這中間的分數 好像並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我相信這個 一開始大家覺得 整個氣勢還有他的這個 要為了整合在野而成為連署的 這個叫郭賴沛 剛剛說是郭俠沛 郭俠沛 到現在看起來 氣勢是沒有那麼高 但是如果說連署的部分 如果像趙大哥講說 有一些綠營幫忙 誰幫忙 達標一定沒有問題 我在想的是說 剛剛王金平這個全院長講到說 最難的是郭台銘 會不會是在講這件事 就是連署打標了 那他11月24號登記與否 登記下去之後 那個整合到底是 誰跟誰怎麼整 那到底是 雞喀都 也許這個事情 現在就已經是一個 見在懸上的問題 撇開郭董不講 我想柯跟朱主席 或者是侯市長的關係 他們都聲稱說都有友誼 都有長久的認識 但畢竟現在走到的是 政黨跟政黨 有沒有可能說 為了2024要讓民進黨的政權 必須要停下來 甚至要讓他們知道 國人對這個事情的憤怒 而有一個新的 嶄新的一個結盟 不管叫在野的合作 還是在野的聯盟 或者是什麼菲律陣營 我覺得不外乎是說 怎麼樣的一個代表人物 能夠在最大公約數裡面被接受 我相信這應該是現在 大家比較理解的框架 但是如果說是政黨之間的合作 我自己想了很久 整個兩個政黨之間要怎麼合作 然後又有三個選票要去投 到底要怎麼合 我們自己也常常會討論 那就代表說大家有心想要說 把這個在野的力量真的做大做實 可是做法上跟策略上 是什麼樣的程序 那誰來有這個公開的一個平台 也不能讓國人說 好像你們就是講好 然後悶起來 然後什麼分章 我覺得這個也是對選舉是負面的 不會 像郭董的發言人黃世修 因為他今天這樣的講法 事實上我覺得這就代表 他連署狀況並不好 因為他把它變成說 30萬一定能夠達成 然後目標是50萬衝看看 看起來目標值已經腰斬了 事實上在我們跑基層的感覺 其實已經很少人再去問說 哥董的連署狀況怎麼樣 他選不選 其實已經這個話題很少人再提 也不是那麼關心 那麼反而真的是比較熱的話題就是 藍白會不會合 藍白一定要合啊 一定要下架民進黨 因為我最近都在跑流感疫苗 大家打流感疫苗 那老人家更是在乎這個議題 那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藍白河的一個階段性 就是第一階段有關於立委 區立委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有一些區立委 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他也單純 那當然現在進入深水區 那進入深水區之後 柯P還是蠻厲害的 他是先出招 就說藍白河的一個前提 那就是比民調 那比民調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柯P 應該他唯一的他的武器 唯一他最有優勢的地方 那但是就說 國民黨可不可以完全接招呢 除了好像現好衣服 有些媒體人說 為什麼國民黨不敢接招 就是那個侯友宜的民調 那個拉不起來了 什麼他現在是老三等等 其實我覺得 因為不只是說 今天的民調 說實在現在還在一些主要的媒體 包含TBS 包含聯合報 那個大概 沒錯 柯P是領先 領先個1% 2% 你說到時候用這個1% 2% 來決定就是說 鬼旺旺去 就是我變成侯友宜整個退選 那這個部分 國民黨不要說國民黨中央 國民黨的基層支持者 可不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個都是知識體大的 那在柯文哲來講的話 反正他沒有什麼包袱 他就說我要比民調 然後我今天也聽說一個狀況 聽說他其實就是要搞到10月底 就10月底大家還看那個民調 因為他還是要衝民調 那對他來講 他製造話題 他支撐民調 另外有一個 其實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當他去丟出這個 他的條件之後 如果未來非常非常不計 藍白合不起來的話 那麼這個責任 就變成移轉到是國民黨身上 就是說當時柯P 人家提出一個條件 是你國民黨沒有接招 國民黨沒有接受 這個我是比較擔心 不要說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 焦慮沮沉憤怒的宣洩口 最後比較多的是責任跟責難 放在國民黨的身上 我覺得這一點是 國民黨主旗事 要特別小心的 不 有一點我還是不解 我剛剛在思考 黃師兄講這個話 就是說其實在這個時候 郭董才應該出來講話 我是沒有什麼立場 就是說純粹從選舉就是說 假如我現在要衝連署 我當然這時候要衝出來 要不斷的造勢 他之前造勢對不對 這時候才有造 造的時候 讓大家熱行起來 去給你連署 這時候怎麼可以說躲起來 說又拒絕受訪 又省引 這個不太合一般的選舉的常態 不是這樣嗎 這時候才應該帶頭衝出來 對不對 然後到處去演講 到處去拉票才對 繼續再回來 好 那麼高嘉宇到北檢去告 高嘉宇最近要選舉要到了 他表現得很積極 所以林北好遊事件 是國民黨操作的 自導自演 恐嚇 所以他當時自遂會入民進黨 是有特殊目的的 就是要演這一段 知道兩 三年以後 就會有這種雞蛋的事情 所以當時就入黨了 另外說 蔡玉宇又說 他2018先替張家服務 然後2020才入民進黨 你怎麼會先替張家服務 再入民進黨 一定是搞不好張家 所以他當時的民意代表 應該有憑有懼 不是跟網軍一樣 肆意放話抹黑 把自己當成側翼 到底是側翼成了立委 還是立委變成了側翼 他還回籍 另外說林北好遊也被起底 說他並不是農金專家 所以因為他當時 他們成立一個家籍人 家籍人 總經理做了兩年 月薪好像六萬 七萬 但是業績只有兩萬 所以認為說他其實 不一定 有些專家或是學者 也不會經營公司 那是兩回事情 民進黨就說 黑手是雲林張家 聯合報的評論是說 賴清德 快刀收割好遊 不要忘了自己是 反竄的始祖是綠營去反竄的 綠營最早幹這個事情 聯合報社論 吹哨者錯誤退場 就是林北好遊 他是吹哨者 他退場 但是追究雞蛋的朋友 跟實安的問題是不能退場的 所以一馬歸一馬 就林北好遊他講到對不對 原來的資料對不對 跟他後來自導自演 被威脅之間 其實是兩回事情 來 燕秀 用人身攻擊的方式 來去轉移整件事情的標準 這向來就是民進黨 操作議題的時候 對自己不好 就是對自己情勢不利的時候 這向來是民進黨操作議題的方式 無論是批評林洪玉 林北好遊過去 還有業績不好 但是事實上 雞蛋的處理事件 從操司 從民進黨進口這個雞蛋 從中央續產會到農業部 這整個過程當中 到底有沒有不法的事情 這檢調早就應該查 查到底有沒有進度 人民從缺蛋到很貴的蛋 吃到混蛋到吃到一堆壞蛋 這個當然要查清楚 那當然最後林洪玉 他承受了很多的壓力 他用不好的方式 違法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也都尊重司法的調查 但是身為執政黨的立法委員也好 身為現在在執政的民進黨 包括賴清德主席 身為民進黨的黨主席 對於人民對於食安的意見不滿 你終究是要交代清楚 包括我剛才漏講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到 美豬進口肉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肉商跟我講說 其實包括西班牙進口是最多的 還有一些是加拿大 那跟美豬混在一起 80%是美豬 然後混一些加拿大的 然後再貼上這個變化 對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人民最不滿的地方 到底我們已經吃下肚 多少我們不想吃的食品 收益的食品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在轉移焦點 這件事情是非常可惡的 安萱 對 我是覺得 我覺得這個事情本來就兩回事 就是說林玉宏 就會林北豪有這個粉專這個主角 他用這個方式 自導自演的方式去退場 我覺得本來就很糟糕 但是我覺得也要去想一想 就是說事實上在台灣 你只要是討論某些政治的議題 而是這個政治議題 是對於執政黨相當不利的話 他那個遭受到的 像那個人格攻擊 跟這樣的一個水軍網軍 這樣的一個圍剿 實上這個壓力大到可怕 我在想他為什麼需要找一個朋友 來替他發個言 然後讓自己可以退場 說我不玩 我要關閉粉專 所以你去想像 他那時候遭遇到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壓力 本身也是存在的 也是台灣一個政治 非常惡質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說他自己本身 本來不應該做 這樣一個錯誤的決定 我覺得這部分是應該要批評的 他也道歉了 但是我覺得除了有關於 這個進口彈的事情 他本身有一些相關的踢爆 他也還是正確的 今天不管他是不是一個 一個專業的農業的什麼 跟農業相關的人 他現在願意花心思 去爬出所有進口彈的資料 查出來說 孝琦的標示錯誤 確實是標示錯誤 另外還講到說 有關於冷藏變成常溫 因此導致了這個彈 可能會變質 會有一些食安受傷問題 也是他點出來的 也是對的 後來農委會不是 曾經中下台的時候 他也說我們要從此檢討 我們的冷鏈問題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林玉宏 他去點出來的 所以你說因為他個人 為了要退場 用出這麼一個荒謬的方式 因此去一筆抹煞 所有跟進口彈的爭議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 希望大家做到的 所以他現在拚命去炒作 這個林玉宏背景說 又不是一個農業專家 然後他用這個 那麼荒唐的方式來處理 問題是你不能以人費言 他先前的這些事情 尤其政府在處理 有關於彈荒 以及進口彈的問題 確實是存在問題的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民進黨 目前的操作 所以我覺得現在 因為選舉已經接近 已經不到100天了 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的狀況 很明顯的 就是彈荒這件事情 在過去的幾次民調當中 不管是哪一份民調 偏藍的偏綠的 中間的等等 他其實都顯示出來 民進黨在這個地方 失分很多 超乎他的預期 所以我認為他等於是 現在看到林玉宏出事了 因為他們撿到槍了 所以把這件事情擴大 然後想要去掩蓋 他這件事情的錯誤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另外我們剛剛在講潛艦 我也覺得 因為潛艦這個事情 突然之間拿來 這個拚命的講 拚命的去操作 到底這個馬英文俊怎麼樣 我覺得某個程度來說 選舉也剩下100天了 能夠討論問題的時間 並不多了 但是他就是拿這些話題去 去帶風向去操作 讓整個議題設定 整個的選舉的戰場上面 該討論的不見得被討論 但是就籠罩在這樣這個 看不清楚到底怎麼樣子 搞不好一晃眼 選舉結束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家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清楚說這個事情 到底對於選舉來說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民進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任何操作 帶風向的企圖 回過來我們剛剛講 對於藍軍來說 非綠軍來說 我覺得現在也是一個關鍵時刻 坦白講我後來看到 柯文哲談話他的內容 我覺得柯文哲是很誤實的 有去想藍白和的問題 否則他不會丟出說 我覺得如果一方面要和的話 另外一個你就退 不當副總統 我覺得這是非常合理的 你去想像 今天如果說是侯友宜他正 你說柯文哲一個民眾黨的黨主席 我去當你的副總統 這真的有點怪 他說我寧願推人去跟你搭檔 同樣反過來 如果是柯文哲的民調一直高 你說侯友宜去當他副總統嗎 我以為就是直接要當新北市長 就好了 國民黨另外派人去當他副總統 雙方在哪裡合作 雙方在可能的一些立委的席事 以及內閣合作 我覺得這個部分看起來就是 柯文哲有在想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認為這一部分 其實你必須 但我認為他應該要在郭台銘 他的連署登記截止 宣布要不要參選登記之前 如果能夠大家共識就好 我們立委好有的事情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大家 能夠有一個就事論事的空間 不管是我們剛才談了肉的問題 它裡面反正釋出反腸壁有腰 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要用的進口價格 比較低的 比較高的美國的肉品 然後說我進口高價肉品 但大家不要 所以我去換一個進口價格很低的 加拿大的肉品不合理 我說那你不直接進口加拿大就好了嗎 加拿大的肉品他很開心 他很樂意台灣多進口一點 帳面上面顯示台灣的肉品的進口 加拿大比美國多 那你為什麼從美國進口然後混沖 還是說這些肉進來之後都過期了 所以混在加拿大的肉品裡面 再重新組合之後再送出去 因為它是組合肉 所以你在查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要只是光在生產履歷上面做文章 台灣花了幾十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了 對於所有我吃下去東西的 生產履歷的信任 可是光是在蛋跟肉 這件事情當中來講 就已經都被破壞掉了 這是生產履歷的問題 到現在為止 寧可犧牲公信力去成就一個政治證券 是我最不懂的地方 令北好有他到底犯了什麼錯 沒關係 你告都無所謂 雖然這個時候告一意不大老 我不認為我們檢調會在100天之內 讓這個案子就水落石石出 我很希望檢調可以快一點 在選前可不可以讓我知道 這個令北好有到底是不是在國民黨 或者誰這麼的厲害 如果這麼厲害 我對國民黨真的刮目相看 我期待國民黨這一天已經期待非常久了 就是有預判的能力 直到接下去可能會用哪來 派一個人進去做死見 而且做死見還做得挺好的 要不是最後被逮到了之後 你看不出來這個令北好有 他過去跟國民黨有任何的關係 可是重點是他所質疑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還是對 兩個關鍵人現在都在外頭 這個人叫林毅宏的 現在到底在哪裡 台農蛋品的董事長 現在到底在哪裡 請問你這些人 只要一步在台灣 就變成斷點嗎 我從個消費者的角度來講 我只在乎的台灣的 有關於農產品的產銷履歷的信任感 在這兩個事件當中已經被摧毀了 那到底該怎麼辦 這才是該有的態度 政治人員要關心的是這個 他們告訴我 林毅宏以前一直罵國民黨 那時候罵陳寶基 就是寶基不寶壓 他有一個口號 接下來再回來 好 高宏安最近很忙 10月就有三個案子 法院這案子也麻煩 就跑死你 要去跑 而且不一定準時開庭你知道 因為他如果法官前面有案子 拖拖拖 一個法官一天要案子一大堆 而且每一個案都不會說 連續開幾天把它開完 不是的 開一個月 過一兩個月再開議庭 過兩個月再開議庭 才能議庭都搞了一兩年 好 無告 翁達瑞說高宏安的論文抄襲 結果不起訴 高宏安告翁達瑞 結果翁達瑞反過來告高宏安 無告 最近無告 所以10月4號要出庭 10月11號要出庭 檢方 這比較討厭 檢方說福報國會辦公室助理籌金 加班費 然後乍頂公款 所以第一次傳高宏安出庭 之前先傳他的助理 一個一個助理 四個助理 三個認罪 一個不認 然後10月25號 知測會說指控高宏安的論文抄襲 為反駐全法 那高宏安跟知測會訴訟在連協議以後 同意事刑調解 那調解不成 就要進入這個司法程序 我們看一下 傳者白正宣在律師還有發言人陪同下 新竹市長高宏安又在出庭 這一家有什麼想說的嗎 市長會擔心你想選擇嗎 市長會不會找資料嗎 請誤告合理嗎 被問到任何問題都笑而不答 僅由發言人簡單置疑 謝謝關心就快速上樓 高宏安是被一名次權旅美教授 翁達瑞本名陳時分的提告誤告 雙方之前格公交證 分別向檢方陳述提供證據 這回首次正面言辭辯 吕美教授陈时分开庭前还特地发脸书 强调终于要亲身近看高宏安如何辩驳 开庭后只剩对方说死多变 而整体案件是在2022年 当时正值选举期间 陈时分连续破文之一 高宏安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因此被高宏安提告诽谤 但北检调查后不起诉 今年7月全时分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 高宏安替自己解释 并公开博士论文与期刊业数差异之大 法官定将在12月再次开庭 其实高市长在当初提告的时候 这些内容都是陈先生脸书上面 去截取出来的 那这些有关大学的韩文 这些回函也都是具体存在的事实 高宏安卷入多起官司 9月12号的执策会告违反著作权 10月4号无告案 接下来10月11号 涉嫌诈领助理非案彼此开庭 试卷之外奔波北上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得多次出庭 替自己的论文助理非案官司现身说明 这几个案件我想从去年选举到现在 那以高市长他之前 特别是这个一开始的所谓论文的 跟资策会的关系 然后他在新兴大体大学博士论文 有没有涉及到刚刚讲很多 在这个著名上面涉及到抄袭 所以就是这个诚实份 一再的在选举期间 其实有多次对他指控 那我相信当时呢 他的特别是高委员也有要求新兴大学那边的这个资料库 有一些做注记等等 所以他今天在庭上面有回应 就是说该要做加注的等等 而且他那个比例占的比非常低 因为他说他的论文好像是200多页 这个期刊才13页 这个比例上面就是觉得说 那我现在重新做注记调整 应该是跟这个抄袭的关联性 是可以这个做一定的这个解释 但是我看整个事件到现在 不管是刚刚讲说 这个林北豪游这事情 选举到现在只剩100多天 整个包括从高嘉瑜委员 有四大美女今天去这个地院按您申告 开始启动要求 我看他们的陈述里面 包括要求朱主席要道歉 然后这个侯市长要负责 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会的这个主席 是曾明忠等等的 就是说整个本来我们认为说 有一些这个事情刚刚向荣哥讲很好 就是论事 可是在整个回到政治操作里面的时候 已经忘了当时这个一开始 大家争执的内容 已经变成是一直堆叠上去的抹黑 或者是带风向 所以我觉得高宏安这件事情 柯P也讲过 这一分真九分假 也许有一些地方他真的做错了 而且在助理费上面我们也讲过 真的是如果司法判爹你就是有问题 你当然就是要认罪认错 可是从去年到现在此时 所有的不管是一些这个测译 或者是整个媒体上面的这个说法里面 大概都是把它打成是这个已经 已经是这个就是这个最大二级了 然后呢对于这个柯P好像中容 然后说我们全党呼吁人等等 我觉得形式上跟做法上真的是让大家 可以均决到整个国家机器动起来时候的那种 那种深刻的这种迫害性 那我们是希望说台湾的政治要走到这样吗 对一些人 特别是这些从政者 年轻的从政者 他真的有一些做法 他真的是一时不差 或者是他真的自己权力上面没有那么了解 像包括我刚才跟这个蓝轩在讲到 国民党那个党工 许泽斌嘛 党工 他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也觉得怪怪 他才去录音 他才自保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他也怕冬庄自罚 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事件 确实鸡蛋的问题 大家不生气吗 但我认为范云也很生气 一个50万的超市公司 进口8000多万科 销毁5000多万科 你出去讲话 大家也都会对着你问 事实是什么 真相是什么 我们从国会的咨询拿到什么资料 我们透过这些官员的回应里面 给我们什么东西 要不是领备好有好几次一波一波出来 我们很多讯息在国会上是问不到拿不到 为什么 就直接拿他已经知道他断点在哪里 他不让你知道他就不会让你知道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 这个二职的这个政治现象 怎么改变 当然就是一件一件都用司法 我觉得司法现在自己也两手一摊 他哪做得了那么多 他能够在选前还言事实真相吗 根本做不到 因为案子已经多到没有人 在现有的这个能量里面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整个大家还是在政治上 跟政党之间的信任 还是要有机会改变 他这个案子我觉得陈时芬告不成 绝对告不成 因为就陈时芬说高杭文论文是抄的 高杭文就告他 已经这个毁谤我 然后但是告的结果 陈时芬并没有被起诉 因为现在法院告要成案很不容易的 没有被起诉 结果他就回过头来告他是无告 我不认为这个案子告得成了 不过只是反正高宏安 现在好几个案子 其实这案子你不出庭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要自己出庭去辩护 来 这个范伟 我想高宏安这个案子 就个案来讲的话 其实进入司法程序 我就不评论 不过就是说他刚当选市长 一年内就这么多的案 我觉得过去选举过程中的就算了 就是说他新当任之后 没有学到教训这个部分 是让人比较惊讶 我自己是客观来看 其实我觉得民众党 就是柯文哲的民调 跟郭台铭的民调 其实都有因为高宏安的事情受伤 因为就是一开始可能太相信他了 但是后来就很多的部分 对高宏安当然就是说是比较不利 因为毕竟他对民众党来讲很重要 就是说他是民众党 就是说第一个选上的一个县市首长 而且当时就是说 算是也是一种蓝白盒下面 就是说大家对他期待很高 可是他显然并没有从他过去的 包含就是助理攻击金案 或者是其他的案中得到教训 当然就是我觉得未来就是说 因为高宏安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大家的一个攻防的重点 毕竟就是他不管要不要出庭 这些案子都在 我是希望就是未来就是 民众党也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一些教训 未来不管是对自己的公职人员的 一个训练相关的法律 应该避嫌的部分怎么避嫌 还有就是我想这个 就是说能够不要有贪腐 然后能够不要伤害到 就是说不管是劳工或者助理的权益 这应该是我们做政治工作 尤其是期许比较高的政治工作 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安倩 我真的不晓得在这个选举期间 就我们对于司法这件事 我们到底应该信任多少 就是说他的办跟不办 他的办的快跟办的慢之间 到底有没有任何选举当中的 因素的考量 否则的话先前在讲到说 我们刚刚在讲到说 林玉宏 林北蚝油 事实上为什么后来他去办 是因为他的动作 他去说他被恐吓这件事情 但我们后来知道他是自导自演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他被去查的速度很慢 反正那个什么绿坏蛋的 查得很快 这个几个小时之内 这个大案就登门去约谈他了 同样的像高宏安这个事情 他目前说三个案 但他终于有两个案 最好是两个案 论文还有他这个助理费 都是在先前立委的期间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被放大成那么大 然后去拿在今天总统大选的 这样的气氛当中去讨论呢 是不是有点刻意的 要拿高宏安去打柯文哲 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要急着思考的 包括像潜艦也是一样 潜艦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就这个东西有疑问的部分 就进入司法调查了 我们就不回答 就看司法调查吧 这个部分我们又期待 因为试涉我们的潜艦国造 试涉我们的国防安全 试涉美中这个紧张的状况 底下的台海的危机 那么我们希望他很快查出来 你觉得他会在选举前查得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 问题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哪些事情 被媒体舆论操作 或者被政治人物关心 拿出来大谈 哪些部分又小小谈 而且好像都希望 不要被看到最好 一些都不要去谈论他最好 这个部分过程当中 到底是谁在主导整个的 舆论的气氛 跟整个选举的节奏 我觉得就选民来看 是真的必须要把眼睛睁大一点 刚蓝宣讲到 就是说这个办案的时机 跟选举有没有关系 我讲一下 同样是这个论文抄袭案 当时林志坚就告我诽谤 后来我就不起诉 但是当然我同一时间 他前一天告我诽谤 我第二天就告他误告 我告诉你 这个误告到现在也没有开庭 一直没有下 我一直在等 很奇怪 都久了 很久了 从去年的7月 已经那么久 高宏安的事件是后面 你也要选台北市长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开庭的时间 我们常常对司法很奇怪 为什么高宏安这个时间这么快 而且在选举的期间 然后我跟林志坚互相告来告去 怎么搞 到现在为止好像就没事情一样 另外我其实奉劝高宏安 不需要跟陈时分这样的人去周旋 因为你现在是新竹市长 我告诉大家 陈时分对于 因为他不是说高宏安那个论文抄袭 到现在为止 他还在挺林志坚没有抄 他就是这样的人 当当时台大撤销林志坚的论文的时候 他还说台大 你知道他发脸书写什么 台大是帮政党服务的鹰犬 就是台大没有割掉 那时候我都笑死了 台大可以告 没有 台大当然不会告他 然后我那时候就笑他 我说你也崩溃太久了你知道吗 他也没有告我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 高宏安不需要花时间跟他勾起 高宏安的案子 其实社会上都已经有定 民众都已经有一定的定论 但是这整件事情在政治上的意义 其实就是可以压制打的柯文哲 因为只要打高宏安 对柯文哲对国台民就有一些影响 而且检调掌握在民进党手上 他办案的速度完全他可以掌握 台湘 在称之下的反应 反正还有三个多月就选取 就跟王立强一样 选完之后还有人管 选完第二天就不会再 再也不会有人提到王立强管 那就是 他想到到底怎么样 大家连新闻的版面都非常少 我们跟真正该在乎的是 比如政府采购的高端疫苗 有三分之一被销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